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发烧了吗 我没有 那你脸怎么这么烫 我给夫君擦脸 你要做不好就给伺候 他一个大男人下手没轻没重的 这种事情还是让我 不 还是让娘子我来吧 郡主初为人妇 郡马爷多担待 多担待 从今天开始 夫君你的这张脸就是娘子我的脸了 来吧 白白浪费了这么帅一张脸 不知好歹 要不是乔远 本姑娘才懒得走 你发烧了吗 我没有 你发烧了吗 那你脸怎么这么烫 就这样吧 再擦就掉皮了 好 那请问夫君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帮我换条腰带吧 好的 来 请起 怎么样啊 夫君 不舒服 换 这个呢 夫君 皮质不好 换 手感不好 换 这条怎么样啊 你有病啊 新婚第一天 就要抹杀新疯 眼光这么不好我自己来 就这条 拍点声 这不就第一条吗 是吗 看我眼光挺好 三少爷早 郡主早 合适啊 将军体恤郡主周车劳顿 让二位新人请早安免了 中午家宴一并敬茶即可 啊 知道了 那小的先退下了 干嘛啊 干嘛啊 为了保全咱们三个人的性命 你现在必须进行紧急特训 训什么 如何成为一名郡主 父亲喝茶 两只手 父亲喝茶 这不加紧 腰部提高 终于 我的天哪 哪能这么加呢 一个一个加 老娘不干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假的就是假的 无论怎么样都成不了真的 来来来 小丸子 我告诉你啊 其实 你和郡主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啊 真的吗 倒确实有人说过 我气质不凡呢 对了呀 所以说你假扮郡主 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 对吧 可是要是在家宴上露馅了怎么办 这按我的经验来说 只要挺直腰板 少吃东西少说话 基本上就能度过局面的 其余的你就看我的眼色形式 就没有问题 能行吗 当然行了 我是郡主身边的人 我说行就是行的 那你再把我的经验说一遍 挺直腰板 少吃东西 少说话 对 我爹呢 我去蓬莱赌坊找过了 但是没有找到你父亲 那我爹去哪儿了 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放心吧 咱们先渡过这一关 保住性命 我们早晚都会找到你爹的 雷老爸那边还有消息吗 哦 还没有消息 阿柔的人还在盯着 少爷 家营快开始了 要不 我们先回去准备准备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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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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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我来搀扶着你 不用 我自己 我自己可以走 没事物体格棒着呢 再说了 照顾夫君那是我的本分 爹 你什么时候帮我娶个媳妇啊 娘 爹 娘一定给你找个最好的 啊 别着急 还是你要好 郡主 世青 快入齐吧 父亲 二夫人 二少爷 夫君请坐 郡主向将军夫人敬茶 父亲 父亲请用茶 好 二夫人 二夫人请用茶 郡主啊 请坐啊 谢谢父亲 郡主 我媳妇可不比你王妇 不知道郡主在这儿还住不住的习惯呀 一切都好 谢谢父亲关心 世青啊 郡主下架我梅家 那是我梅家的福气 以后 你要好好善待郡主 知道了吧 郡主啊 世青平日里话少 你要是觉得无聊 就随时来找我 我帮你姐妹 谢谢二夫人关心 我梅家 自从我上次受风以后 都快十年 没有喜事了 来 都动筷子吧 边吃边聊 郡主 世青他现在眼睛不好 以后啊 就得多依靠你照顾了 好的二夫人 您放心 世青啊 您有什么想吃的呢 尽管跟我说 来 啊 父亲 有一句话 我想还是得说 既然我已经成亲了 请允许我自立门户 有什么事 吃完饭再说 啊 想着大家